2004年10月份 我和妻子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两个孩子也跟着我们信了神 我心里特别高兴 心想我们一家人都信神 要是都能蒙拯救进国度 这是多好的事啊 想到这儿啊 我就从心里感谢神 之后呢 我和妻子在教会里都尽上了本分 妻子比我热心大 我一直觉得她比我追求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2013年 在我妻子做组长期间 教会带领王静在聚会时 指点她尽本分钟的偏差和问题 过后呢 我妻子就抓住王静的败坏流露 随意论断散步 导致弟兄姊妹都对王静产生成见 很多工作落实不下去 严重嚼耳的教会生活 带领执事多次跟她交通 她都不服不满 还讲理诡辩 一点也不认识自己 教会因此啊 就又撤换了她的本分 撤换以后 她还是没有丝毫悔改 一直抓王静的把柄 四处论断散步 因她一贯打岔搅扰教会生活 有弟兄姊妹就揭发检举她 后来又经过教会 百分之八十的人表结通过 妻子被定性为恶人开除了 当时临到这个事啊 我挺痛苦的 想到妻子自信神以后 一直撇加舍业的尽本分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现在被开除了 不就完了吗 蒙拯救就彻底没希望了 可我妻子却满不在乎地说 我信的是神 人开除我没用 开除了我也信神 教会开除哪个人 都是根据真理原则 她却认为是人把她开除了 这不是在否认 神家是真理掌权吗 是啊 我听她这样说呀 我就对她看得更清楚了 她做了那么多的恶 到现在都丝毫不认识自己 对教会的处理不服不愤 还认为自己这是有信心 教会开除她呀 一点也不过分 我妻子被开除以后 对我们说 我被开除了也信神 并且还支持你们信 就这样她照顾家 我和两个孩子 继续尽着各自的本分 期间有许多弟兄姊妹 去我们家 都会和妻子交通 一定要好好地反省认识自己 但她一点也不接受 还胡搅蛮缠 说带领工人跟她过不去 把她开除了 而且一直对王静怀恨在心 她这是丝毫没有悔改呀 是啊 后来神家要求各教会 排查以往清除开除的人 有真实悔改的 就可以再给一次机会 将其重新接纳回教会 我听后就心想 我妻子 属不属于被接纳的对象呢 但转年一想 她被开除以后 对自己的所作所行 没有认识 还一直对王静怀恨见 在背后论断她 根本就没有悔改 不该被接纳回教会 但她被开除以后 还时不时地读神的话 支持我们尽本分 也一直维护着这个家 照顾我贪婚在床的母亲 有时呢 还献一些物品给教会 是不是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 那时我正好协助带领 整理清除开除之人的资料 我女儿就问我 她妈妈能否被重新接纳回教会 我妻子也一直追问我 她是不是可以被接纳回来 我就没支声 妻子见我不为她说话 就说我无情无义 想到一日夫妻百日恩 在妻子回教会这世上 我要是不帮助她 良心也感觉过不去 而且妻子和女儿 肯定会气我恨我 那这个家不就散了吗 想到这儿啊 我就跟戴领说 我妻子被开除以后 一直坚持信神 是不是可以被接纳回教会啊 带领就跟我交通说 教会接纳人是有原则的 对被清除开除后 能一直传福音 有真实悔改表现的人 教会才可以接纳 接纳回教会的人 必须绝对不再做搅扰教会的事 根据原则衡量 你妻子被开除以后 虽然不反对你信神 有一些外表的好行为 但她对自己做的那些 打岔搅扰教会生活的恶行 始终没有反省认识 被开除后 一直不服不满 不属于接纳回教会的对象 对 正按原则衡量 你妻子的确不属于其他对象 是啊 我听完带领的交通 就感到很蒙羞 我明知道妻子被开除以后 对自己以往的恶行 没有丝毫的认识 还一直对开除她的带领 怀恨在心 恨不得带领也被开除了 拆解心头之恨 期间 无论谁给她交通 她都不反省扭转 总是讲自己的歪理 而且 我与她生活这么多年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了解 她特别狂妄自大 胡搅蛮缠 自结婚以后 无论临到什么事 她没有一次承认过自己的不对 总是我给她说好话才算平息 我静下心来就反省自己 明知道妻子 够不上被接纳回教会的条件 可我为什么还要袒护她 为她说话呢 之后在灵修时 我看到两段神话说 有的人特别重情感 无论临到什么事 都凭情感对待 心里明知不对 也做不到公事公办 更做不到按原则办事 总受情感辖制 这样能实行出真理吗 太不容易了 有许多人实行不出真理 就卡在情感上了 她把情感看得特别重要 放在第一位 她是喜爱真理的人吗 肯定不是 情感的实质是什么 就是败坏性情的一种 情感的表现 用几个词形容 那就是偏袒 袒护 维护肉体关系 没有公正 这就是情感 设计情感方面的问题 有哪些 首先是对自己的家人 怎么评价 对他们所做的事 怎么对待 这个所做的事 就包括他们 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背后论断人 还有一些 不信派的做法等等 你能不能公正地 对待他们 如果需要写评价 你能不能公正客观地 评价他们 不带有情感 还有 当教会根据原则 处理与你有关的 与你在情感上 有瓜葛的这些人时 如果不符合你的观念 你怎么对待 你能不能顺服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一针见血地 把问题的根源 揭露了出来 我就是受情感的挟制 明知妻子 打岔搅扰教会生活 论断带领 就是被开除了 也一直没有真实的悔改 够不上被教会 接纳的条件 我却怕妻子和女儿 说我无情无义 又怕夫妻感情破裂 就违背原则 袒护妻子 利用本分之辩 为她说话 想把她再接纳回教会 我的情感太重了 神家要求我们 把以往清除开除后 有真实悔改的人 再接纳回教会 这是神对人的 宽容和怜悯 是最大限度的 给人机会 因为这些人 能痛恨 懊悔自己的所作所行 用实际行动 来弥补过反 说明他们呢 还没有完全 丧失人性理智 起码信神的心 是真实的 但如果是 丝毫不接受真理 作恶多端的恶人 这样的人 本性实质 就是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 根本不会悔改 就是被淘汰的对象 是 我却凭情感违背原则 想把恶人 再接纳回教会 让他继续搅扰 教会生活 我这不是 搅扰拆毁神家工作吗 想到这儿啊 我心里就特别懊悔 不愿再凭情感活着 后来 我看到了一段 神话语朗诵视频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全能神说 神话里要求人 对待人 是什么原则 爱神所爱 恨神所恨 这是人该持守的原则 神所喜爱的是 追求真理的人 是能遵行神 是能遵行神旨意的人 这也是人该喜爱的 不能遵行神旨意的 恨神的 背逆神的 这是神所厌憎的人 我们也应该厌憎 这是神对人的要求 恩典时代主耶稣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在恩典时代就有这话 现在神说的话就更贴切了 爱神所爱 恨神所恨 直截了当 但是人往往领会不到 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如果一个人是神所驻祖的 但这个人是你的父母或是亲人 你看他外表也挺好 你对他就恨不起来 甚至与他来往还挺密切 关系也挺近 当听到神说恨恶这类人时 你就难受 就恨不起来 认为他对你不错 还保持私人关系 还与他藕断私连 这是因为什么 你受情感挟制 他对你好 没有害你 你就恨不起来 如果他害你了 你才能恨起来 那你的恨 符不符合真理原则呢 另外 你里面还有传统观念束缚着 你认为 他是你的父母亲人 你如果恨恶他 会遭到社会的唾弃与谴责 会被人定罪为不孝 没良心 不是人 会遭天谴惩罚 就是你想恨他 你的良心都过不去 这个良心作用是从哪来的 就是从小父母教育 或者社会文化熏陶遗传 给你种下一种思想 在你心里深深扎根 让你误认为 这是正面的东西 是老祖宗的遗传 永远都是好的 他在你心里 就先入为主了 给你信神 因为神接受真理 就带来了极大的拦阻与搅扰 让你没法实行神的话 没法实行爱神所爱 恨神所恨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神要求我们对待人的原则 就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 对喜爱真理的 能维护神家工作 遵行神旨意的人 该凭爱心对待 对仇恨真理 抵挡神 搅扰神工作的恶人 应该恨武弃绝 这样实行才合神心意 是 可我 因着受情感的挟制 不能实行爱神所爱 恨神所恨 明知道妻子作恶 搅扰教会生活 丝毫不接受真理 实质就是仇恨真理的恶人 是该被开除淘汰的对象 我却违背原则 想把他接纳回教会 我的情感太重了 我凭撒旦的毒素活着 认为 一日夫妻百日恩 世亲三分下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变得善恶不分 是非不明 什么事都活在情里面 做人没有一点争气 看到妻子被开除了 还能支持我和孩子尽本分 她在家操持家务 照顾我瘫痪的母亲 我就觉得亏欠她 如果我不为妻子争取一下 就怕孩子生我的气 恨我 我为了维护肉体情感 为了维护自己 在家人心目中的好形象 就能站在她的一边 为她说话 想让教会重新接纳她 这是触犯神性情的恶行 是 我如果让恶人再回到教会 他还会继续搅扰教会生活 搅扰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 这才是真正的没有良心 没有人性 神从来就没有说过 让我们对恶人讲良心 也没有说过 弃绝属撒旦的亲人 是无情无义 没有人性 认识到这儿 我心里就亮堂了许多 对神说的爱神所爱 恨神所恨 有了些认识 也愿意悔改 按神的要求原则去实行 不再维护妻子 凭情感做事了 感谢神 感谢神 经历这些之后 我就认为自己对情感的实质 能看透一些了 可后来 我又临到大女儿被开除的时 2020年12月 我在外地尽本分 有一天 突然收到家里的一封来信 说我大女儿搅扰教会 作恶太多 被教会开除了 我当时就懵了 心里特别难受 忍不住地埋怨神 跟神讲理 怎么大女儿也被开除了呢 回想当初 我女儿放弃学业尽本分 风吹日晒的 一次也没有耽误过 现在被开除了 蒙拯救 我就没有希望了吗 我一闭上眼睛 往事就一幕幕地 在我脑海里不停地闪现 以前我们一家四口都信神 常常在一起读神的话 唱诗歌交通真理 现在就剩下我和二女儿了 一想到这儿啊 我心里也痛苦极了 我就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 神啊 大女儿被开除了 我道理上知道你做的都好 可我就是撞不过这个弯来 放不下情感 让你开启带领我 能明白你的心意 当时啊 我们正在拍摄舞台剧 开除恶人的征战 剧中主人公因父亲被开除 而痛苦消极 和我的情形很像 看到主人公靠着神的话 胜过了情感的瑕疵 我心里啊触动很大 我心想 我也得依靠神实行真理 站住见证 嗯 今天我女儿被开除 我有情感 心里难受 但我相信神是公义的 神家无论清楚开除哪一个人 都是根据人的实质 都是根据人的实质 神家不会做错事 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 我应该顺服下来 不能再埋怨神 抵挡神了 是 后来 我就静下心来 回想女儿的一贯表现 我也看了她的开除通告 就看到女儿确实是作恶多端的恶人 我女儿外表看着挺有理性 平时说话也不多 可涉及到她的自身利益就被显明了 当初我妻子被车换隔离时 带领王静给我女儿交通 我妻子作恶的表现 她不但不听 反而站在我妻子一边维护说 你们说的这些表现 我没有看到 我不认为我妈是搅扰教会生活 无论带领怎么交通 她就是不接受 还说她妈是被带领打压冤枉了 一直搅扰教会生活 根据她的表现 教会就撤换了她的本分 从此她就对王静怀恨在心 后来我女儿外表上有了一些好转 不再继续纠缠 一段时间后被选为教会带领 当时王静因做不了实际工作被撤换 调整尽文字本分 我女儿就利用本分之变 报复王静 不仅撤换了王静的文字本分 还整理王静的开除资料 要把它开除出教会 这是在作恶打压人呢 是啊 我当时就和女儿说 清理教会得根据原则 如果把不该开除的给开除了 这是作恶 是严重的过犯 王静只是做不了实际工作的假带领 但他不是恶人 够不上被开除的条件 是 我跟女儿交通了好多次 可他就是不听 非说王静是恶人 敌基督 该被开除 后来他整理王静的资料 证据不足 带领工人和弟兄姊妹 都没有通过 他不死心 在背后继续搜集资料 非要把王静开除出教会不可 他不但要开除王静 还整治打压王静的丈夫与孩子 迷惑煽动弟兄姊妹 弃绝排挤王静的丈夫 并扬言要撤换王静丈夫的本分 致使王静一家痛苦消极 当时撤换我女儿的本分时 我是教会执事 也在现场 我当时没有维护他 他就对我也怀恨在心 一次带领让他写对我的评价 他就说我没有人性 特别自私 没有人情味 像冷血动物等等 写的评价特别不好 对照女儿的这些表现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我们一起看一下神话 一个朗诵视频吧 好 全能神说 敌基督临到对付修理的时候 他的态度不是接受顺服 而是反抗厌烦 从而产生恨恶 凡是对付修理他的人 凡是能够接他牢底 揭露他实情的人 他都从内心深处恨恶 恨到什么程度 恨得牙根痒 恨不得让你从他眼前消失 有你没他 有他没你 敌基督对人是如此 那对于神揭露定罪他的话 他能接受吗 不能 不管揭露他的对象是谁 只要揭露他 只要对他不利 他就恨 就要报复 恨不得让对付他的这个人 从他眼前消失 他见不得这个人好 这个人要是死了 或者遭祸了 他就乐了 这个人只要还活着 在神家还能尽本分 还一切照常 他心里就难受 就不舒服 不痛快 他没法下手的时候 就在心里暗暗地咒诅 甚至祷告神 让神惩罚报应那个人 让神为他申冤 敌基督产生了恨物之后 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做法 这些做法就包括报复 咒诅 当然还有一些是因为恨 产生的栽赃 污蔑和定罪 谁要是对付他 他就在背后拆谁的台 你说得对的 他就说成是错的 把你所做的正面的事 都给扭曲变成反面的 在背后散步搅扰 煽动拉拢那些愚昧的 看不透是没分辨的人 站在他一边 为他说话 明明这个人没做坏事 他也要把一些坏事 栽赃到这个人头上 让大家误会 这个人做了这样的事 然后合起火来 弃绝这个人 搅扰教会生活 搅扰人尽本分 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让对付他的这个人 美好日子过 让大家都弃绝这个人 还有的狄基督说 你对付我 让我不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我也让你尝尝被人对付 被人弃绝的滋味 你怎么对待我 我也怎么对待你 你不让我好过 你也休想过好日子 阿们 从神的话中看到 狄基督特别凶恶恶毒 特别仇恨揭露他 得罪他的人 他是不把人打倒 整垮 不罢休 是 对照女儿的表现 我对他有了些分辨 女儿是因着 为妻子打抱不平 搅扰教会生活 被撤换了知识的本分 他就对带领王静怀恨在心 私机报复 有了地位之后 就利用手中的权力 极力地陷害整治王静 与其家人 无论大家怎么给他交通 王静 他一点也不听 非要把王静 开除出教会 看到女儿 性情形极其陰险恶毒 一直袒护恶人 报复一己 不将人置于死地 就不肯罢休 就是个魔鬼 确实该被开除 如果留在教会 只能是继续打岔搅扰 成为教会的祸患 是啊 恶人留在教会 只会慷慨弟兄姊妹 打岔搅扰神家工作 把他们开除出教会 这是神的公义啊 是啊 后来我又看到一段神话 今天你还能 与这些魔鬼拉拉扯扯 对这些魔鬼讲良心 讲爱心 你这不属于 对撒旦使好心吗 不属于跟魔鬼 同流合污吗 人走到今天 若还是善恶不分 还是一味地讲爱 讲怜悯 丝毫没有一点 寻求神心的意思 丝毫不能以神的心为心 那这类人的结局 将更惨 凡不相信 在肉身中的神的 都是神的仇敌 你能对仇敌 讲良心 讲爱 你是不是没有正义感 我恨恶的 反对的 而你却与其相合 仍然对其讲爱 或讲私人情感 那你不是悖逆吗 你不是故意抵挡吗 这样的人到底有无真理呢 对仇敌讲良心 跟魔鬼还讲爱心 跟撒旦还讲怜悯 这不都是故意打岔 神工作的人吗 别说那些不信神的人 就是那些只信耶稣 不信神没了 道成肉身的人 那些口头相信 神道成肉身 却作恶的人 都是敌基督 这类人 都是灭亡的对象 阿们 神的话 使我感到扎心难受 神家是基督掌权 真理掌权 教会开除我女儿 是根据她的实质 按照开除人的原则处理的 是 而我临到这事 不寻求神的心意 看不透女儿的魔鬼实质 就同情可怜她 认为她从小跟我们信神 撇弃了学业 一直受苦付代价 走到现在 怎么也被开除了呢 就在心里埋怨神 跟神讲理 这不就是神所揭示的 对撒旦施好心 跟魔鬼同流合污 与神对抗 抵挡神吗 嗯 是 想到自己信神多年 吃喝了这么多神的话 还经常给别人讲 请开除人要根据原则 不能凭情感 就是亲爹亲妈也不行 可当妻子和女儿 被开除时 我却明知故犯 凭情感为他们说话 想把他们留在教会 我这不是纵如恶人 搅扰教会工作吗 这是站在恶人一边 抵挡神的 是 还真是这样 遇事不逊就真理 凭情感做事 太容易抵挡神了 是啊 认识到这儿啊 我心里有些后怕 就跟神祷告 愿意向神悔改 脱离情感的辖制 嗯 后来我又看到一段神话 神与人将一同进入 安息之中 第五段 我来读吧 好 每个人的结局 都是按其所行出来的 实质而定的 而且定的都合适 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担当别人的罪 更代替不了别人去遭惩罚 这是绝对的 行义的总归是行义的 作恶的总归是作恶的 行义的总归是能存活下来的 作恶的总归是灭亡的对象 是啊 圣洁的就是圣洁的 并不是污秽的 污秽的就是污秽的 并没有一点圣洁的成分 毁灭的是所有的恶人 存活的是所有的义人 哪怕作恶的人的儿女 是行义的 哪怕义人的父母 是作恶的 信的丈夫 与不信的妻子 本无关系 信的儿女 与不信的父母 并无关系 是不相合的两类 在未进入安息之中 有肉体的亲情 但进入安息之中 便再也没有肉体亲情之说了 尽本分的与不尽本分的 本是仇敌 爱神的与恨神的 本是敌对的 进入安息之中的 与被毁灭的 是不可相合的 两类受造之物 尽本分的受造之物 是可存活下来的 不尽本分的受造之物 将是被毁灭的 而且都是到永远的 现在人与人之间 还有肉体关系 还有血系相连 到以后都打破了 信与不信的 本不是相合的 而是敌对的 在安息之中的人 都是相信有神的 是顺服神的 那些悖逆的 都被毁灭了 地上就不存在家庭 还哪有父母 哪有儿女 哪有夫妻关系 这些肉体关系 都因着信与不信的 本不相合 而断绝了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 我明白了 神是公义圣洁的 神定为人的结局 没有情感 对待任何人 都是公平公义的 神不看人的外表 有多少撇弃花费 而是根据人的实质 与所作所行 来决定人的结局 恶人定归要被淘汰 是 我不认识神的公义 听到女儿被开除了 不寻求真理 不看她的本性实质 是属于哪类人 就会在情感中 同情可怜她 现在我看清了 我女儿 虽然能放弃学业尽本分 能受苦付代价 但她的付出花费 都是为了得到地位名誉 一旦失去地位 触及到了她的利益 她的凶恶本性 就完全暴露出来的 以前我总想着 我们一家人都信神 最后都能蒙拯救进天国 现在看来 这都是我的观念想象 人不喜爱真理 甚至仇恨真理 信神多年 撒旦性情丝毫不变化 怎么能蒙拯救呢 是啊 神定为人的结局 是看人有无真理 看人是不是接受真理 顺服神的人 如果从来不接受真理 不实行真理 就是做工再大 受苦再多 也不能蒙拯救啊 是啊 经历了女儿和妻子 被开除一事 看到我们一家人 虽然起初都信神 都接受神话语的供应 尽着各自的本分 但几年过后 每个人的实质 与所走的道路 都逐渐显明了 妻子与大女儿作恶太多 都是被显明出来的恶人 我们是不相合的两类人 谁也帮不了谁 谁也救不了谁 是啊 想到神话说 人以后进入美好的境界 并不像人想象的 有夫妻关系 有妇女关系 有母子关系 那时人都各从其类了 已将家庭都打破了 撒旦彻底失败 不再搅扰人类 人也就不再有撒旦败坏性情 那些悖逆的人 都已被毁灭了 只有顺服的人存活了下来 这样 几乎没有全家都存活下来的 怎么还能有肉体关系呢 阿们 我不认识神做的工作 凭情感 袒护妻子和女儿 想维护肉体家庭关系 结果随从他们作恶抵挡神 我真是太愚昧 太瞎眼了 我不能再说情感的挟制 抵挡神 埋怨神了 我要从情感的捆绑中走出来 顺服这样的环境 是 慢慢的我的情形有了好转 心里也不那么痛苦了 感谢神 经历了这些过后 我对家人有了些分辨 从心里放下了对他们的情感 同时我也看清了 人凭情感活着 就善恶不分 是非不分 就能凭情感论断神 甚至做出违背真理原则 抵挡神 背逆神的事 就看到情感呢 的确是神的仇敌 凭情感活着 永远实行不出真理 是 也看到自己身量太小 情感太重 对神没有真实的顺服 需要经历更多的审判刑法 来变化自己的败坏性情 感谢神 感谢神 只有靠神的话 才能脱去情感的想象 是